大家记得点击订阅和开启小铃铛哦 大家是否知道我们的指甲上会呈现出我们身体潜在疑问的镜子 假设你发现自己的指甲上有素纹意味着什么呢 若你的指甲外表不潤滑 手指甲上呈现着素纹就表示你已经处于作业过劳 睡眠不足过度用脑的情况 那么这个时候你应当多些休息 弥补维生素以及蛋白质 然而指甲上呈现素纹首要就是缺乏维生素A 指甲上的素纹有时候也是在提示我们 我们身体的排毒器官存在缓慢炎症 比如指甲上呈现黑色的素纹 中医上认为指甲是依赖肝血和肝气的荣养 肝肾的生理机能的旺盛与否 能够从指甲的色泽和形状上表现出来 所以通常以手指甲上呈现黑色素纹 也表示肝肾机能虚弱 毒素存放体内的预造 那么小编今天就要教大家四款组合的茶饮 让大家多泡点来喝 帮助大家尽快的清理体内毒素 调理身体 首先第一杯的茶饮组合材料包括了 菊花、绝名籽和枸杞 我们在杯子当中加入两颗枸杞 四至五朵的菊花 以及一小撮的绝名籽 接下来我们倒入热开水将它冲泡 将它浸泡五分钟后即可饮用 我们可以趁温热饮用 这杯组合的茶饮能够成倍提高 肝脏对毒素和脂肪的孕载和分化才能 能协助肝脏分化剩余的毒素和脂肪 消除全部化学性肝损害的危险 具有滋补肝肾肾 去指甲素纹等成效 是护肝很好的饮品 那么除了这杯茶饮以外 大家可以多冲泡玫瑰花茶 玫瑰花茶具有调理内分泌 增强血液循环健脾养肝 增强气血的成效 所以经常喝玫瑰花茶 对身体机能增强有显着的效果 而且玫瑰花茶还有一个奇特的成效 就是美容养颜 常喝能够润着肌肤 去除黑斑 改进指甲的色彩 再来大家还可以多饮用枸杞红枣茶 能够起到滋补肝肾明目润肺抗老化 煮红枣枸杞茶时可以加入一点桂圆 增添香甜的味道 此外还可以加入胃肝性温的红糖 中医认为红糖健脾暖胃化瘀的成效 可以使指甲色彩光润 除了这些饮品以外 大家还可以多吃红豆 红豆富含维生素A 蛋白质以及多种矿物质 多吃可以防止以及医治脚肿 其成分可增加肠胃活动 推进排尿消除心脏或肾病 所导致的浮肿 养生方法其实非常简单 但是我们首先需要注意自己身体的情况 那么即使养生就可以让你改善身体的情况 今天小编就分享到这里 大家可以多泡点来喝 多吃点红豆 把体内毒素排出来 让身体更加健康 别忘了点击订阅和按赞哦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